2008年5月25日,美国凤凰号火星探测器在火星北极成功着陆。 凤凰号几乎在刚到达火星时,就发现在登陆点下方有一块像冰一样的小硬块。 当挖掘工具挖掘时,这个硬块的形状发生了变化,说明冰在阳光照射下升华成了气体了。 但科学家仍需要最后的证明确定火星上存在有水。 凤凰号上装有复杂的分析系统,包括几个可以给土壤样本加热的炉子,以便秀出土中的有机成果。 火星侦察轨道器用高清晰度的摄像机捕捉到了凤凰号在火星表面的情况。 宽大的影像显示火星的表面呈波纹形状,另外还显示出了登陆器以及被它抛弃的降落伞。 地表上的裂缝被认为是因下面的冰发生变化而造成的,裂缝边界清晰可变。 这是因为这些裂缝没有被火星上普遍存在的细尘所覆盖。 凤凰号机械手在它所能伸到的地区挖掘时基本没有遇到岩石障碍,这对专家来说是个大好消息。 因为挖掘器根本无法对付坚硬的岩石。 一些岩石可能是在凤凰号着陆时被它的灯雾推进器吹到一边去了。 在火星表面一星期后,挖掘的机械手开始进行实验。 运作模式颇为缓慢并且按部就班,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其成败要先经过详细讨论才进行下一步程序。 和在火星轨道附近漫游的两个探测车不同的是,凤凰号的活动无法大大超过三个月的指定时间。 因为到了冬天,凤凰号会因为缺少阳光而没有足够的电能维持运行。 而事实上,凤凰号终究没能耐得住火星上边。 接着为您播出东风康明斯,凤凰冲击波,财经正前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